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是吃的比较饱 所以小妹今天的气比较长一点 小妹 十二月了 我们今天要来讲一本很有圣诞氛围的书 它是由东宇文化出版的 《温斯顿该怎么解救圣诞节》 圣诞节嘎了吗 没有 圣诞节没有嘎 书名听起来好像不太妙 但是其实不使得是书里头有一个角色需要很大的帮助 那我们去帮他把拉斯驾 拉斯驾 Let's go 温斯顿该怎么解救圣诞节 第一集 作者 艾利克斯·史密斯 翻译 项目华 东宇文化发行 爹地球人好生油 你就听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圣诞节 对西方人来讲 是一年当中非常重要的节日 就跟我们东方人 我们如果东方人的话 很重要的节日是农历过年 圣诞节呢 外国人西方人的小孩的学校 也会放假 而且爸爸妈妈也都不用上班了 所有的人们都会跟自己的亲人聚在一起 我们华人呢 过年会包红包给小朋友 阿公阿嬷 那西方人呢 就会送彼此礼物 在12月24号的夜晚 许多人们都把握着假期前 最后的时间在采买着那些礼物 胡济生街上的玩具店 一直忙到了深夜 这一些玩具店铺终于打烊了 大家终于买完了啊 这个时候 有一只肮脏的小老鼠 从一堆垃圾下面探出了鼻子 他在一条漆黑的小巷子里 搬着垃圾桶 想要找一点食物 还有一些可以让他在晚上 用来包裹自己的东西 不过他的运气 似乎不太好 竟然连张干净的报纸都没有 这还算什么平安夜 生气了 这一只在抱怨的小老鼠是小妹演的 他是小主角 叫做温斯顿 为什么他要找干净的报纸呢 其实报纸是很好的毯子哦 你们想嘛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流浪汉 他们不是都在那个地下道 盖着报纸嘛 或是躺在公园的长椅上 盖着报纸啊 所以可见报纸是真的是可以保暖的 不过因为现在在下雪 温斯顿今天晚上能找到的报纸都沾满了雪湿答答的 盖起来一点都不舒服 而且会更冷的 再加上他的肚子现在超级饿 如果再降下去 他不是饿死 就是冻死 一点都不平安 咦 那是什么 突然间 温斯顿从白雪覆盖的垃圾堆底下 看到了一个信封 温斯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幸运耶 他可以在这个信封上面 先撕开一个小洞 然后啊 砖到里面去过夜 太开心了 温斯顿跳跃了几步之后啊 越过了垃圾箱 把那个信封给捡起来了 他正要准备 从信封的侧面撕开一个小洞的时候 突然 有什么东西 让他停下了动作 他把信封翻了过来 才能够看清楚 信封正面所写的文字 这圣诞老人 肉县派物 就在那个雪堆过去一点 北极 极剑 极剑 很急哦 我马上寄出去 快快快 现实专送啊 哎呦 怎么回事啊 温斯顿啊 倒抽了一口气耶 这个不是普通的信 它是写给圣诞老人的 可是一封写给圣诞老人的信 怎么会在这里呢 是不是呢 油猜在 把油桶打开 在那边收信的时候 掉出来了 漏掉了 哎呦 不得了了 这下不好了 尽管 温斯顿真的是 很想要赶快 躺进这个信封里面去取暖 它太冷了 老鼠也没有什么长长的毛啊 它不像猫熊什么一身的毛 它是很冷的 它的毛不够暖 可是它知道 如果说它就把这一封信给破坏了 并且把它拿来当成是自己的睡袋 就不寄出去了 它知道它不能这样做 因为这封信需要送到 圣诞老人那里去 我要把它投进 油桶寄出去 这样它就能在平安夜前 及时寿打北极 可是 小妹 你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吗 12月13 什么乱讲 今天已经是 我们录的时间跟播出的时间 都不算 我们是故事里的时间 故事里的今天 已经是 12月24号了 哎呀 那明天就圣诞节了 今天现在此刻就是圣诞夜了 温斯顿一想到 那个可怜的孩子 写这张卡片 这封信的那个小孩啊 他的信没有办法送到圣诞老人家 这个小孩在早上醒来的时候 他会发现他的袜子里没有东西 圣诞树底下也没有礼物 天哪 想到这里 温斯顿觉得 这一切真的是太紧急了 我一分钟也不能浪费 对 你现在在这里懒惰的话 就肯定来不及了 就算是现实专送 也来不及了 所以 温斯顿心里想 我应该要直接把这封信 塞到圣诞老公公的手上 可是 如果他真的要 亲手把这一封信 交给圣诞老公公 圣诞老公公不是住在北极吗 北极吗 那他现在是不是 可能得立刻出发了呢 不过 温斯顿只是一只地方的小老鼠 他不知道怎么去北极 超出了他理解的范围了 他也没上过学 没上过地理课 好 他知道隔着几条街外 有一家旅行社 我去旅行社 找资料好了 温斯顿把信封夹在手臂底下 就出发了 这一家旅行社 就位在湖济生街 稍微远一点的一个转角处 对我们人类来讲很近啦 那对小老鼠来讲 就比较远一点了 可没关系 他跑步很快啊 花了一小段时间 温斯顿终于跑到了 这个旅行社的店门口 他抬起头 马上就看到了 他想找的东西 那是一个地球仪哦 好耶 他很开心 他找到了啊 温斯顿就来看那个 研究一下这个地球仪 小妹 你们家里有地球仪吗 我们家有一个地球仪 是小妹的一个阿姨送给她的 然后插了电 灯光一打开 就会发光哦 蓝色的光的地球仪 那可以看地球上面的 各个大陆啊 岛屿啊 海洋啊 都可以透过地球仪啊 去看清楚它的位置 那温斯顿就看到了 北极了 那个是一个白色的大陆 温斯顿好开心哦 温斯顿知道自己找到了 圣诞老人就住在这里 不过他的兴奋只有一下下而已啦 那心里有谱了 这个距离也太远了吧 就靠他的小小的爪子 要怎么样才能够在午夜之前走完那么远的路呢 他觉得他一定是办不到的 正当他贴着玻璃思考的时候 他的身后传来了一个响亮的声音 你在做什么呢 啊 你是谁 怎么回事啊 温斯顿吓了一跳 随着他的尖叫声 他太紧张了 脚底一滑 在寒冷的空气中 他原本是站在一个小雪堆上的 现在啊 他咻 啪 他深深地埋在了后面的雪堆里了 而且呢 呈现一个头下脚上的姿势 好不舒服哦 因为他现在在雪里头嘛 就像被呜着嘴巴 讲什么 求救啦 求救哦 很快的 他感到尾巴的末端 被用力的一捏 接着 他整个身体就 一下 被抽出了雪堆 真的 是什么购物在咬我 我要死掉了吗 我还这么年轻 不 我六年级而已呢 温斯顿觉得非常的惊慌 等他冷静下来之后 他才发现他在歇斯底里了 人家根本没有要吃掉他嘛 他现在是被轻轻的 好好的放在了地上了 而且 有一只胖乎乎的大鸽子 正歪着头在看着他 小朋友 你到底在做什么啊 今天是平安夜呢 你应该要找一个舒适的地方睡觉 才是乖宝宝啊 鸽子这样说 对的 可是事情是这样的 我今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进行 温斯顿赶快跑去拿他那个刚掉在地上的信封啦 他主要就是要送那个信封嘛 他把信封拿给那个胖鸽子看 也顺便解释了一下自己是怎么样找到这个信封的啊 为什么我要现在赶快赶到北极去 因为我要送信给圣诞老人 可是北极离这里那么远 现在已经很晚了 我要让这个写信的小朋友失望了 温斯顿突然之间就感到很难过 他知道如果信没有送到圣诞老人那里 写这封信的孩子 明天将不会有个快乐的圣诞节了 看到温斯顿那么绝望和沮丧 这一只大鸽子热心的表示 自己愿意帮忙 你先别难过 每个问题啊都有解决的方法 对不对 来跟我来 说完 大鸽子开始大步的朝着湖济生街走过去 虽然不是很清楚啊 大鸽子现在要干嘛带自己去哪里 可是不然呢 不然怎么办呢 现在温斯顿也不晓得 该怎么做嘛 下一步 没有经验 所以他决定独一把 他相信这一只鸽子呢 是个好人 于是 温斯顿再次用手臂夹住信封 紧紧的跟了上去 我们要去北京吗 不舒服 亲爱的 我们没有必要要去那么远啊 我很确定圣诞老人已经在我们这座城里了哦 大鸽子扭着身体 拍动翅膀 尽可能地快步地走在这个湖济生街上 转过街角 来到贯穿城市的一条 蜿蜒蜒曲折的繁忙大马路上 那是一个非常繁忙的街口 有好几条道路都汇集在这里 他们周围都是电影院 餐馆 商店和剧院 许多人在四处闲逛 到处都是明亮的灯光 温斯顿发现了帝国电影院那栋大楼 啊哈 他在那里 大鸽子一边欢呼 一边伸手朝前面一指 温斯顿眯起眼睛 在他们正前方 有一个将近20英尺高的巨大广告招牌 招牌上画的是 卖Switch的店 不是 你再想想会是什么 书店 不是 你再想想 全联 不是 我们现在急着要找的人是 不是啦 都不是 我们现在 不是啦 圣诞老人 我们要找圣诞老人 没错 圣诞老人 对 那一个招牌上面画的就是圣诞老人 就是他 搞不好是一个招牌是圣诞老人的便利商店 没有 他不是 这是一个圣诞老人的广告招牌 招牌上面就画了圣诞老公公 穿那个红衣服 白白白头发 胡须嘛 就杀了 没错啦 可是我要找的是真的圣诞老人 不是广告图片 对啊 我们要找这个值得兴奋嘛 这不是真的老人 然后送信很急呢 哎哟 你真是一只傻老鼠 这当然只是一张图片啊 可是我认为 这也可能是一条线索 让你知道 可以在这座城市里的什么地方 找到圣诞老人 温斯顿再次抬起头 眯起眼睛 透过周围仍然在飘落的雪花望过去 广告上确实有写这字哦 福特斯克百货公司 欢迎今日来店 与圣诞老人同欢 这什么意思 圣诞老人在 他却在百货公司 福特斯克哦 我们不用去北极啦 今天圣诞老人 自己会来这家百货公司啦 福特斯克百货公司 离这里并不远啊 小朋友 你只要非常小心地 穿过这条马路之后 再沿着大马路 一直往下走 就会到啦 亲爱的小老鼠 继续你的冒险吧 祝你好运咯 至少我不用去北京了 不是北京 是北极 北极了 这种天气 我比较想要躺在家里睡觉 你不管什么天气 好像都是想躺在家里睡觉 发现了 对 我其实妈妈也是 我们这血脉相连 我也是 尤其是冬天 冬天最大的享受就是 窝在被子里头睡懒猪觉啊 可是 温斯顿啊 他是一只 很善良 又很有责任感的小老鼠啦 比起睡觉 他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把这封信 交给圣诞老人 不然 就会有一个悲伤的小孩 在圣诞节的早晨 趴在那里挖挖哭 我没有礼物啊 就很可怜啊 温斯顿能够成功地完成任务吗 下集待续 对 下集待续的意思是 这集没说完 下集还要听啊 故事还没讲完呢 下个星期 请持续锁定我们家的睡前故事咯 我们下星期见 拜拜 陪我在梦里飞翔